好 首先呢 是民俗專家林正義 林老師 大家好 林老師 還有貓山總團 郭定錄 郭老師 導演 郭老師 好 首先要先問Baby4的彭麗 直接講團名 你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前世嗎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宗教信仰 我沒有特別去找尋自己的前世 可是有一些朋友包括自己 都覺得可能有時候在心比較靜的時候 我講的靜不是安靜 可能比較乾淨的時候 比如說有一段時間去做一些心靈之旅 或是在佛法上的修行有精靜的時候 很奇怪的有些時候你會特別的清楚 可能是突然的看見 就是不是在睡夢當中 也會突然的看見某些畫面 你說眼睛肉眼看見 對 就是一個畫面這樣 當然像我自己有很多那種透過夢境之後 看到自己的過去 可是你不太確定 對 因為你不知道你夢的是這一個夢 還是說這是你的過去 對 但是會事後會真的會發生 會印證 譬如說可能碰到一些高人 譬如說老和尚 然後他們會可能會去講講講講 講到這個突然講到夢境 而且裡面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自己會覺得哇 嚇一跳 那而且我很相信的是 人一定有前世隱身 一定有這樣的 前世經驗 一定有因果 那 譬如說我自己啊 常常就是 像剛剛協志有講到說 你到某些地方 你特別有感覺 那我自己也會這樣 我曾經去緬甸 曾朝聖 然後我們去了一個地方 去那個地方之前 我一直做夢夢到很多蛇 然後成千上萬的蛇很多喔 然後我們要去那個地方 才知道說 那個地方叫做蛇廟 其實它是一個佛教的一個古廟 所以妳還沒去之前 妳就已經先去到 對 然後是一千 大概一千五百多年前的 一個歷史的這樣 然後呢 我們那種遊覽車嘛 去觀光客 到了那個小鄉村的時候啊 大家都睡著了 因為太累喔 可是呢我自己突然 知道說前面那條路 彎進去哪裡是哪裡 然後我知道 這條路往哪裡走這樣 就知道路了 就很快 對 然後進去的時候 會就一直掉眼淚 就有一種感動 然後是壓抑不住 而且妳很清楚說 廚房在哪裡 廁所在哪裡 然後就是莫名其妙這樣 所以妳前世是緬甸人 是這樣說嗎 我覺得應該是人有很多類似這樣 妳第一次看到妳前世的時候 是什麼 我有一個夢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曾經 在一個大概 大概一百多年前的一個 很舊的一個房子 然後我買了那個 年代啦 一百多年前 然後買了一個白色的洋房 一二樓的 然後前面有棵大樹 就是看得很清楚 然後很喜歡那個房子啊 然後我買了 我花了幾百萬 買了那個房子之後呢 可是對方賣我房子的那個人 又反悔 他要更多錢 後來呢 我就很 心裡面就生起稱恨心 我就把他殺了 就夢境裡面就把他殺了之後 埋在那個 那個樹下 然後埋起來 那埋起來之後呢 我自己喔 夢醒之後 我還想說 我是不是學佛人 我怎麼可以殺人 就念念驚悔一下 然後又繼續睡覺這樣子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之後啊 就開始氣喘很嚴重 這樣很嚴重的 那後來有一天啊 那我們就大家都講說 要去一個地方朝聖 那個地方是緬甸接近雲南的地方 那我那時候旅費已經繳了嘛 可是後來我就 大家就是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我不太想去 因為醫生說不能出遠門 那後來呢 我就跟一個出家人啊 那因為那個師父 他會陪我們一起去 我說師父啊 我不想去 我生病 而且醫生說我不能出門 然後呢 我朋友都說 你一定要去很殊勝的 我說可是我就是不想去 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很感叹說 我又沒做什麼壞事 可是為什麼 每次從小到小 生病都是很嚴重 那這一次就是 有生命的危險這樣子 那後來那個師父就講說 其實人 只要你相信佛法 你要相信有因果 有過去生 然後過去生 不是只有過去而已 有生生世世 過去過去過去 對 他就說 你就做過這種人命關天的事 然後那時候 我還沒有想到 我原來做的那個夢 我說我怎麼可能 做人命關天的事呢 我那麼善良 就自己這麼想 所以師父就說 你過去生 某一世 曾經你殺了一個人 然後你埋在哪裡哪裡 然後那時候當下我就 砰 我那個夢就這樣跳出來 對 就跟夢的一模一樣 對 然後他就說 所以你一定要去 我們這次要去的朝聖的地方 有經過那個地方 你一定要去 也在緬甸 就是在 你真的是緬甸人 所以你確定是緬甸人 確定是那個地方在緬甸 對 就那一世 好了 那去了 也是一樣在旅途當中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覺得 哇 禮佛拜拜很殊勝 然後 當下很多人還很感動 可是我到了一個村莊啊 那時候心裡面 就有一種不愉快的感覺 就開始有一點 稱恨心又起來了 然後就 有點憤怒的那種 不是難過對不對 對 不是難過 不是感動 然後就開始就塞車 因為路很小 然後很多遊覽車塞在一起之後呢 我就看到有一區喔 都不錯的 然後 白色的房子很多 然後突然 剛好車子停在一個地方 就是卡住了 停在一個地方 我往我的右手邊 窗戶外面一看 好 我嚇到雞皮疙瘩 然後起來 我看到那個房子是一模一樣 跟我做夢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房子 然後我整個身體 我都起雞皮疙瘩 妳都跟我說妳看到那棵樹 就是那棵樹還在 然後最扯的是 那附近的老樹 都是一千多年的樹 都很大 而且那個樹 樹葉打開那個枝幹 都比我們整個攝影棚還大 所以那個樹是非常老的 然後他們不能砍 他們是 算是古蹟老樹這樣去保護它 那後來我到那個地方我就 就很生氣很生氣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來 我就把我的心情 跟這個出家的老婆上聊 他就說因為過去生有過這樣的一個 不愉快的經驗 那在這個地方 所以妳 就會牽引妳現在那種情緒出現 情緒 那我就說 那如果我殺過人 我應該這輩子也不會很好啊 可是我覺得我還很多事情很順 那個老和尚就說 因為我們過去生意有做過好的事情 有善念 妳是有累積的 對 而且不可能是 也說不定不是妳的錢 搞不好是錢錢錢的哪一事 對 他就說因為有做過好事 所以現在妳又有學佛 那他希望說借這個姻緣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做一個功德回向這樣 做一個慘 所以妳以前是緬甸軍人就對了 也不是軍人 那是妳做完 就是一個殺人犯 等於說妳經過那個村莊 後來妳去禮佛玩 去朝聖玩 妳回來以後還會有這樣的感覺嗎 其實後來我們剛好 那個房子的附近有一個 有一個山洞叫六千佛洞 裡面全部都是藥師佛 那進去的時候大家就說 有緣的人 妳會聞到藥師佛幫妳治病 如果妳有生病的話這樣 我心裡想說 我就不是那種有緣人 因為我雖然就是我們有佛法的信仰 可是我不是迷信 而且還很鐵齒 就是不相信 然後後來到那個山洞 那我就 那個老實相就是 他幫我做一個超渡 然後我也回向之後 要離開那個山洞的時候 我就突然就 我跟我的助理家人 就是我們兩個開始咳嗽 那因為他也有身體不舒服 然後我是那個氣喘 就是一路都要吃藥嘛 然後後來就 聞到那個藥味 而且是很明顯的 妳可以聞到中藥 人參什麼味道都很重 然後聞到的時候沒辦法走 一開始咳咳咳 就吐 吐彈 然後吐到那種血絲都出現之後 結果那個師傅 結果我看到之後 就過來又跟我們開示 然後我們就念參偉文這樣 念完離開 離開那個山洞之後 居然是劍步如飛 然後那個藥我都沒有再吃了 就好了 就好了 而且 就很莫名其妙 那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是 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真的 那妳自己本身看過 有哪些就是前世跟今生世有關聯 也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也是妳自己 譬如說 就以前啊 自己是歌手嘛 然後表演什麼 然後根本沒時間做家事 或是歌手很難在家裡說 自己煮一餐自己吃 那以前的活動又很多 通告這樣 那從來都不會做家事的 我居然也是因為就是 也是跟佛法有一點關聯 然後突然有一天就是想要吃素 然後吃素之後想說 那來做一個素食 然後請朋友吃 本來是在家裡做 大家吃得很有興趣 那我做的素食就是那種 太緬口味 就可能跟我 妳就是妳店人了 妳做了太緬口味的素食 妳為什麼這次會在這兒呢 我看過自己前世是男生 很多是都是光頭 就是從家鄉的 說新人 可是呢 我現在講這個很特別 就是我開店 然後我是自己在家裡試煮 就跟我助理 然後試做 然後朋友吃得很開心 之後就一直鼓吹 所以妳們可以開店 後來我們想說 好吧 那我們要發個月 然後做個好事這樣 推廣好吃的這種 太緬的素食料理 結果我們開店做了之後 剛開始我們是有請一個 很會煮菜的阿姨幫忙 然後請廚師 然後後來他們都離開了 因為阿姨是幫忙 那廚師太熱了做不下去 那時候是夏天開店 怎麼辦就自己煮 居然客人點的東西我都不會 譬如說鳳梨炒飯 怎麼辦 然後我趕快跟公讀生說 告訴客人沒有鳳梨 沒有鳳梨這樣 然後她說姐姐那炒飯 炒蛋炒飯好了 我說告訴客人 沒有蛋 沒有蛋沒有蛋 因為我就都不會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晚上回家我就哭了 說怎麼辦 我的事業 我才剛開店沒多久 難道真的中了那種 一人開店的那種魔咒嗎 然後後來那天晚上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在觀音菩薩前面 跟菩薩球說 我真的是很想把這件事做好 可是我連炒飯都不會 然後沒有廚師 那可以保佑我自己 希望可以學會做菜 我一定很認真做這樣 那晚上居然去做夢 夢到有人叫我做菜 還在夢裡面 對 有人告訴我 怎麼做怎麼做 可是事後第二天 我沒有做一樣的菜 可是我拿到所有的醬料 我就知道它的醬料的特性 那要加多少 對 每一個 每一個蔬菜的特性 然後最扯的是 最近我有開一間新的餐廳 然後這個新的餐廳就是希望 客人來到這間店裡面吃 它是可以心很近 然後比較心靈的空間 那我們桌數沒有很多 桌數只有五張 然後一張大桌 那我們只有定位 愉悅的客人我們才接 那路過路我們沒辦法 因為我們也沒有招牌 就希望說客人真的進來很舒服 然後怪事 就我要主 因為現在這個餐 跟過去的餐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就跟菩薩球說 希望客人進來吃飯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可是我想要突破之前的那一種 我們是走中低下位的餐 我現在希望層次再高一點點 晚上又做一個夢 看到自己在過去生 是變西藏妳知道嗎 真的在 就是我看到的過去生是一個 就是撒家王朝 一個 變西藏 西藏就是撒家王朝 就是 還看到撒家法王 然後國王這樣 他就規定說 所有的男眾 只要在城外面要工作的 都可以吃隨原素 可是只要回到我們王城 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吃素 那後宮的女人更不用講 後宮女人沒有福報 女人沒有福報 所有女人都一定要吃素 那我跟Joanne 就是我的助理 我們兩個就是負責煮菜的人 那個鍋子 大概比這個空間還要大 我就站在那邊 什麼加什麼 我們去講西藏話 什麼加什麼 不對 妳也知道妳自己講西藏話 對 就是聽得很清楚 我用西藏話跟人家對打這樣子 我不曉得有一點像 對不起 西藏跟大腸鏡有什麼 西藏版的大腸鏡 西藏版的大腸鏡 真的 然後我起床之後 我突然有很多新的靈感 做很多很多的菜 然後呢 客人來吃晚餐都跟我講說 我覺得 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真的 真的 真的不可思議 可是妳沒有把這種 妳想要這種的感覺 妳沒有寫在菜單上 比如說 我希望客人 妳知道那感覺沒有 有些餐廳會寫說 希望大家用完餐會有幸福的感覺 類似這種slogan都沒有寫 沒有 但客人都會自己來跟你講 而且我沒有招牌 我完全沒有招牌 然後門之前關起來 現在打開 因為客人來了 電鈴也沒有電鈴 然後 結果客人自己進來 他一進到門口 他就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 我根本不用跟他講 我要讓妳有那種幸福的感覺 十個客人有九個吃完 都說有幸福的感覺 另外一個客人就是 我形容不出來那種太美好的感覺 真的 所以妳就在這個 所以妳就在這個前世當中 不知不覺的學會做菜 真的 這很不可思議 所以妳是一個 這感覺更奇怪 我有殊勝的過去聲 譬如說 我前陣子大家都知道 我在緬甸做那個心靈之旅 就是短期的出家 在佛學院裡面 怪了 我在緬甸短期出家 然後我們穿了衣服 是有一點淡淡粉紅色的袈裟 跟那種 咖啡黃的這種袈裟的衣服 可是呢 我從第一天 因為我每天都有寫日記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晚上誰教我什麼什麼這樣 我從第一天開始我就夢到自己 騎著白馬 然後穿著那種 密宗的那種出家的衣服 這樣真的是 對很多出家人不好意思 因為我個人是 就是沒有得恨 但是這是夢境裡面的 對 然後騎著白馬 看到自己是一個男生 然後個子小小的 然後光頭這樣 然後就 這片廣闊的大草原 很舒服的感覺 而且長長 然後 有時候騎著白馬去奔馳 所以我這輩子就是 我常跟我出去講 你去騎馬好不好 或是一上馬就知道怎麼騎了 說不定啊 說不定會摔下來 所以你看過 你自己本身就看過 你很多的前世 很多事 很多事了對不對 那就直接問你問到底了 看完你自己的前世之後 你覺得對你現在有什麼影響嗎 跟我現在的工作來講 是很有關聯的 因為我現在做很多的 佛教的音樂 還有心靈的音樂 然後像我做素食 這跟我過去生 我覺得跟這個夢境連貫起來 都是很有關係的 那看到自己過去生 就是好的跟不好的 然後看到現在的自己這樣的 我覺得 珍惜現在是很重要 對 非常的重要 可是剛剛講得很妙 到底是夢境 還是真的有前世 林老師 人到底有沒有前世 我們的前世叫做阿賴爺事 阿賴爺事 就是說你把所有的倉庫 就是說你有很多前世 就像你在一個圖書館裡面 你放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這些倉庫裡面有三種 一種叫實相 就是實際你真的是 這樣子做過的事情 所以它記錄在裡面 還有一個叫虛相 什麼叫虛相 就是說我是 比如說假借 假借來的 我只是希望這樣子做 但是沒有完成 那個也會記錄在裡面 那你這一輩子 如果去碰到這個希望的話 就會開始想要去做某些事 所以包括他的 剛才講的那個裡面有參雜了 希望開一個素食餐廳 希望做一個音樂 那個是在前世就沒有完成的 所以那個叫希望 他前世就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不是前世已經做完 重複再做的東西 所以會這樣子一直延續下來 他還沒有完成 也就是他前一輩子 比如說 蘇貞昌如果 要想要選總統 他 對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 他的意思裡面 下一輩 我還要當總統 你怎麼舉例 好 這我們大家都懂了 非常不公平 因為永遠都是這些人被選總統 所以我們要想當總統 沒有完成 也就是說那個旅程沒有完成 我知道 像我在開店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應徵廚房助手 然後都找不到人 因為廚房工作很辛苦 然後那時候我就求菩薩說 讓我一個有緣人 然後可以在那邊待得住 就有一天我就做夢 夢到兩個歐巴桑 一個歐巴桑是一個阿姨 常常來幫我 是無用無悔的幫我 然後他們在夢裡對話 那這個阿姨呢就是 她是我過去生的養母 就夢境裡面 是我過去生的養母 然後呢 生我的母親過去生沒有照顧我 所以她就就是 她就跟我說 我一定會去彌補妳的 然後我就記住她的臉 然後有一天就開始應徵 來的人我就覺得 就常常都不適 對 沒感覺 然後又不適用 結果有一天來的一個很老的 年紀很大的 然後我看到她 年紀那麼大還要走工作 就覺得有一點 有一點同情 然後也希望她能夠擁有這份工作 可是我一直告訴她 我很願意用妳 可是真的太辛苦了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那個夢 然後那個臉跟她的臉 居然是一樣 結果這個歐巴桑她真的就是 妳把她的歸什麼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自己會很清楚 過去的是過去的事情 可是她真的是 所有的事情都會幫我想 幫我省錢 幫我讓自己的事 很乖吧 那這樣好像還滿好的 我們剛剛還有一個 就是另外還有一個 叫做Copy來的 也就是說 在虛項裡面 有一個是妳還沒有完成 叫希望 它會記錄在裡面 妳這輩子會記錄 所以這是我的希望嗎 對 還有一個就是叫做 就像複製來的東西 就是別人的 別人當 別人要做的事情 結果她沒有做 妳把它攔下來 那個叫葉 也就是說 共葉的部分 所以妳回到前世的時候 妳會發現 有三個倉庫 那我要選哪些倉庫來執行 有時候它是虛項 有時候它是實際的實項 如果你選到實項 妳就會很簡單 比如說妳以前做過廚師 現在一看就懂了 一看就懂 這就是我以前做過的 可是我還要再創造發明 那種大概就叫希望 因為它還沒有完成 可是剛剛彭麗姐講 幾乎都是在做夢 就睡覺的時候 這邊問問林老師 是不是睡覺的時候 特別容易會有這種 前世的感覺 對 我們的頭腦裡面 有一部機器 就是有四個頻道 其中有一個頻道 可以回到前世 那我們如果把 我們用眼睛來看 因為妳看頻道 看腦波就是說 有有貝塔波 就是妳在眼神 看到它炯炯有神 這個時候不會回到前世 因為它就在現在 如果妳看到它 眼神已經開始有點放鬆 肌肉也都放鬆了 呼吸也都很順暢了 這個時候它開始搭起一個橋樑 快到已經快進入倉庫 拿到東西了 這個時候它會幻想 這個是假象 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到 只是在做模擬具而已 在彩排而已 接下來開始很累了 眼皮快要掉下來了 然後人的眼球繼續在動的時候 它會開始從妳現在一直倒帶 給妳看到妳的小時候 可是再繼續下去那一段 就是妳的前世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子嗎 那個都是一直倒帶回去 那個是不能刻意的對不對 那個沒辦法刻意 但是在夢的時候 妳的前世往往會 就是會跳躍出來 那在夢裡面掺雜 就像妳在做料理 有很多有鹽巴有醋 然後妳每一次明天要做的事情 其實今天就已經藍圖畫完了 所以一個人最少要做七個夢 也就是七個破 每一個人都要把她的前世 通通倒帶回來 然後重新再組合 明天的事情 會在妳的夢裡面實現 也就是說每一個夢 就是妳的明天要做的事情 它已經在裡面已經完成了 可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子嗎 每一個人都要七個夢 所以老師每一個人都要七個夢 如果妳沒有做七個夢 就不叫睡覺 也就是說 在西方裡面 妳如果沒有回到 妳沒有回去做七個夢 妳只有做六個夢 妳第二天 妳一定會 還在 還在找那個袋子 那我很少耶 妳是因為忘記妳在做夢 其實因為太累了 等於說每個人睡覺都會做 好 那再來要問問嘉鴻姐 妳是用什麼方法看到前世呢 據說 妳曾經有看到自己的一個前世 是埃及人 不是用做夢的方法嗎 老師 我是經由催眠 妳是催眠 我看了好幾世 如果說夢裡面的話 那我不知道看到多少事了 我講的是催眠這一塊 我要先講清楚催眠 如果你本身沒有意願要被催眠的話 你是絕對不會被催眠的 藉由這些催眠什麼的 我覺得我得到很多正面的答案 譬如那時候我很困擾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跟一個男孩子 為什麼 我們彼此很喜歡對方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在一起 真的就是沒辦法在一起 然後他也很怕我 我也很怕他 可是兩個人約會的時候 又像那種小男生小女生一樣 這就很奇怪 那我就很納悶 為什麼交往了一年 連牽手都沒有 妳懂我意思嗎 可是彼此真的很喜歡對方 我就百思不解 我就真的 我就跟他講說 Sandy 我想要做一個 比較特別的前世今生 我想要看看我跟他的前世 有沒有前世 有沒有因果論 又那個男生 對 要不然怎麼會這樣子 你說喜歡對方喜歡了一年多 連牽手都沒有 這真的是幹嘛 幼稚園小孩也不會這樣做 真的就很絕的事情發生了 我就開始哭 因為他是經由一個形式 像老師講 他會經過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經由一個母體 然後他會經由一個隧道讓你走 然後我很清楚的看到一個畫面 我躺在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床上 是金色的棉被 然後他問我妳穿什麼衣服 然後一樣是從腳開始看起來 我說我穿著騎鞋 騎人的鞋子 然後上面有一朵 大紅色的那個 大紅色的那個好像大禮花 非常漂亮 是活的花 然後我看上來我說天啊 我穿大紅色是黃金袖的那個龍鳳 是襪子嗎 從那個鞋子一直看上來衣服 因為我是趴著哭我就這樣看 我說天啊 我絕對不是普通人 因為普通人 因為這衣服很重 非常的重 我說我覺得我是皇宮裡的人 他叫我慢慢再看再看 我看到我的手鐲 就是那種很厚的那種黃金 然後他叫我摸頭上 我就這樣摸摸摸摸摸 我摸到一隻金色的鳳凰 而且是有罪子的 我說我應該是一個皇后 可是我哭得很傷心 我一直在抽血 他說你為什麼哭 我說我被冤枉 他說你被誰冤枉 我說我被慈禧旁邊的太監冤枉 這是真的 然後我已經哭到不行 他說你冷靜一點 你還看到什麼 我說我看到我旁邊站了 這邊站了十個卑女 這邊站了十個卑女 有人開門要走進來了 然後他叫我注意看清楚 那個女人是誰 我一看我當場傻住了 我說Sandy你相信嗎 我看到慈禧太后 是真的 而且是她年輕的時候 她長什麼樣子 她四十幾歲的時候 她看起來像二十幾歲 她走進來 她是開心的走進來還是 沒有 她沒有表情 我跟你講她真的是那種 讓人家看著 她長得很漂亮 她長得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我一看到她 我就有全山起雞皮疙瘩的 她是那種不力而寒的那種人 她沒有表情走進來 然後你知道我就馬上跪到地上跟她講 我是冤枉的 我絕對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甚至於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這邊 講這個話 對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講話 我大概聽得懂一些 她講什麼語言 嗯 不是我們正常的國語 那類似嗎 我覺得應該是奇語 應該是奇人講的語言 然後旁邊那個太監你知道嗎 她叫我一定要看清楚那個人 因為我說是她冤枉我的 然後那個大兒子 她瘋她大兒子 她把她大兒子廢掉 讓二兒子上來當傀儡 然後我是嫁給她二兒子的 可是我也跟傀儡一樣 然後我喜歡上大兒子 大兒子也喜歡我 我們只能在後花園 就像經過插針而過的這種 可是我們真的連手都沒碰到 然後呢 我知道她說我跟她有一腿 可是真的沒有 我甚至於跟二皇子 跟那個皇上 都沒有任何關係 因為她年紀小我很多 然後我就真的很冤枉 我說我真的冤枉 這個時候這個知道的這個 Sandy老師她就跟我講 妳一定要看清楚這個人的臉 她跟你 我看到了 我看到之後 我開始一直哭 狂哭不已 我終於知道我的因果 為什麼會來了 然後你知道我就開始感覺到 那二十個人 二十個那個卑女 幫我扒衣服 然後扒那個金鳳 你知道那種扒的痛苦 因為有的人催眠 是沒有辦法感覺到 我是可以感覺到的 所以我特別痛苦 你知道嗎 滿身的怨恨 我真的是被冤枉 然後就穿著 只剩下最後那個薄紗 而且還是絲紋絲做的薄紗 夏子大選你知道 我又冷又餓又氣 然後我就盯著那個太階 我就想 我就算 我那時候心裡講了一句話 我就算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因為這句話我造成這個冤孽 然後 我看到那個大兒子 你知道我不敢看他 因為我知道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妳今生碰到的這個男生 對 可是Sandy跟我講 妳一定要把這個功課做完 妳一定要看清楚 因為妳既然已經要求說妳要看 那我希望妳把妳這部分的功課 就把它做完 然後呢 我就看到他的手 天啊 我那個眼淚就一直掉 他的手往上看看... 你知道他其實跟這一次 他沒有差多少 然後真的就很英俊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你知道我們兩個 終於在這個時候 第一次牽到手 而且慈禧命令我們兩個牽手 跟大兒子 對 他說這是你們的生離死別 我給你們一次機會 讓你們有肌膚之親 然後就這樣牽著手 他是要被拖去五門展 我是要被丟到井裡面去填井的 對 然後他叫他大兒子過來 我就這樣沿路被拖著走 我一直喊我冤枉 然後我就是盯著那個太監 我是那種充滿恨意 我做鬼都不會原諒妳 你知道嗎 他這次來了 什麼... 他這次...他這次來了 來在哪 在我的身邊 他來贖罪的 他真的來贖罪的 誰啊 我不能講他是誰 但他是我的好朋友 是好朋友 真的是來贖罪的 OK 然後我也看到 我跟這個男孩子的因果 因為我們不能在一起 好 這是第二事 我現在講 我跟這個男孩子的第一事 更絕 我是古埃及元 他就等於說 妳跟那個男的因緣 是很多事這樣 對 很多事累積下來的 然後這個還有證據 我在 在做這個催眠之前 他有一次去游泳 然後我在看他游泳 他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還有背部這個地方 各有三個結巴 人工什麼 床母座的記號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說妳有受過槍傷嗎 沒有 因為那感覺上就是像 像被人家砍過 或是那種槍傷的結巴 不太像是我們床母座的 然後我就很好奇 後來我在做這個賢視精神 我才真的 我突然間頓悟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他不敢愛我 我不敢愛他 因為在那一次 我從我膠底看起來的時候 我說我天啊 我要跟他講 Sandy 我撞得跟是牛一樣 我說我好粗的腿 黑色的 我好黑 好髒 沒有穿鞋子 我在泥巴路上 而且旁邊全部都是草叢 然後他問我妳要去哪 我說我要去割稻田 我也覺得問我 我為什麼要去割稻田 然後他說妳的武器是什麼 我說 是一個石頭 磨得很細的 像鐮刀形狀的東西 他說沒有鐵 我說 他說在我做刀範圍 我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鐵 然後 就走走走 他說妳心裡怎樣 我說非常非常憤怒 我全身在發抖 然後 他還叫我摸頭髮 我說我是一個 頭髮很長很髒 然後又長得很壯 根本就是一個村婦 然後叫我穿那個 看我衣服 我說這個動物的皮 不知道曬了多久 已經又黑又脆 可是他韌性還是很強的 然後就綁一個細腰帶 就這樣一片布這樣子 我說我到底在哪裡 我還問他 他說妳看看遠方有什麼 我說我隱隱約看到遠方 有很多人在那邊 嘿呀 嘿呀 就是在搬那個石頭 我說應該是在古埃及 因為以我的印象 印象當中 只有埃及人會做那種 石頭這樣搬 然後他就問我 妳為什麼那麼氣憤 我說我要回去殺我先生 對 然後我就直接去轉 我就轉回來走 他說妳 妳為什麼要去殺他 我說我待會再告訴妳 他就問我妳現在幾歲 我就開始摸我身體的各樣 我說我應該將近30歲了 因為有看到很多的皺紋什麼的 然後摸臉上 那時候快30歲 已經算是有點年紀了 對 然後我就一直走回家 我已經到我家了 然後他就叫我先停住 他說叫我形容我家的樣子給他聽 我說我們家是一半 外面是那種 用那種幾根很爛的木棍搭起來的 然後上面是有瘦皮 然後裡面是挖一半而已石窟 一半的石窟 所以等於說我們是 下雨天的話就在石窟裡 平常就在外面活動 石器石膽 我不知道 我覺得真的有可能 我真的覺得有可能 妳知道嗎 那太久了啦 我跟妳講我很抗拒這一次 能穿瘦皮就很好了 我很抗拒這一次 是因為又壯又粗而且很醜 哪有名字我都漂亮 沒有這種事啊 然後妳知道嗎 我就好 他看完他還問我 妳四周是什麼樣 我說我看到兩個 一男一女的小孩子 他叫我走近一點 我說他們是我的兒女 然後他就叫我走近一點 他叫我看清楚他們的臉 我看到那女的是我的二姐 今生的二姐 對 真的是我二姐 好誇張 哪有男的呢 我的兒子 是我之前在北京教的那個男女 好誇張 好亂喔 我跟妳講現在 我跟妳講 我終於知道因果論 我終於知道因果 然後我慢慢講給妳聽 為什麼 所以是很複雜的那個關係對不對 沒有 因為妳要我細說 我必須要細說 才能夠知道因果論嘛 然後呢 我這個時候 我就直接衝過去殺我先生 因為他背對著 他在磨東西 所以妳沒有看到他的臉 那時候 他回頭我就看到他臉 第一刀我下去就正對他的背 然後他轉過來擋嘛 他一擋我就看到他臉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還是下手 第二刀 妳可能已經覺得驚訝 但妳手還是懂 我已經非常憤怒 對 我第一刀就戳他背 然後他轉身要反抗嘛 第二刀 然後第三刀 我往裡面爬 我是插他頭 對 第四刀他回頭是正中央 然後第五刀他要走 我還是從他背砍下去 那妳當下有感覺到痛嗎 我沒有感覺到任何痛 真的很憤怒 我是感覺到我好憤怒 我好憤怒 我恨死妳了 然後那個催眠師Sandy 他就講 妳為什麼憤怒 我說因為我在16歲的時候 我在很遠的村莊 他把我硬拖 硬拖過來 用拖的耶 你看那個真的是原始人 妳那麼壯 他比我更壯 他應該那麼大小 他比我更壯 然後他就來草叢裡面 強姦了我 然後就把我拖到他的 自己的那個窩 然後我就一直坐在那裡 我沒有回家再看過我的家人 我的憤怒是已經激了 十幾年來的憤怒 所以我一定要殺了他 但當我殺了他之後 他問我妳有什麼感覺 我說我好後悔 我好後悔 那妳為什麼後悔 我說因為這個人 我認識他 然後他叫我把他臉搬過來看 妳知道嗎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我不能跟這男生 因為我曾經殺了他 他很怕 然後我剛剛有講過一個前提 游泳的時候 他不是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因為頭上的我沒辦法看到 這是真的印證了 但是我覺得 人的過去生的個性 會帶來現在這一次 我覺得會有一點像 會有影響 會有影響 因為一般催眠師幫妳做完以後 他不會給妳正面的指導 可是他那時候給我一個正面的指導 或許妳跟他是特別投緣 或是特別能溝通 對 他希望我們化解一些恩怨 然後他就叫我想像我最喜歡的那個光 照在我們兩個人的身上 然後把所有的罪惡 所有的破 所有的恨 全部都在那個時候放下 了解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一直哭 我覺得我很抱歉殺了他 我很抱歉殺了你 然後我終於也知道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能在一起 有原因的就對了 對 就是有原因的 那妳經過了這個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 又緊張又期待的催眠 看到妳的前世之後 妳覺得妳今生 妳要知道我那兩個小孩的故事 哪兩個 妳現在兩個小孩 就是她二姐跟她 我二姐跟我以前那個男朋友的 也有 以前也看到了 就是妳知道 我剛剛不跟妳講 我有兩個小孩子嗎 我二姐 說出來 她就是我的ATM提款機 妳知道嗎 我對她所有開口要的東西 她全都會給我 那應該是百寶箱 很奇怪 我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她有任何心事 她不會去找她朋友聊 也不會找我媽聊 她會來找我聊 然後我就像媽媽一樣開口咖 很好玩 然後我當作那男朋友更絕 她好像天生欠我的 你知道 真的好可憐 我叫她去哪 她就去哪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上場吵架 我說妳到底懂不懂 什麼叫浪漫 什麼叫浪漫 妳真的想把她脖子掐死 然後妳知道那種 然後我在冰天雪地裡面 車子 因為她車子很破 她車子很破 她車子很破 妳知道嗎 然後動了二十幾分鐘 妳知道 妳知道 下雪的時候 妳寧可站在外面 妳也不要站在車子裡面 那會越來越冷 我就罵她 我說妳可不可以去換一台新車好不好 我冷死了 然後我就回到台灣了 然後沒多久她就 她就打給我說 要哄我換新車了 妳可以來了 不會冷到妳了 妳知道她就那種 都無怨無悔 但是是跟前世是有關的 對 是有關聯的 我的意思是說 妳經過了這個催眠 看到前世之後 妳今生 妳在今世發生了這麼多事 妳有釋懷了嗎 我釋懷很多 我真的釋懷很多 就是說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原來 對 原來是發生的這件事情 對 真的很神奇 但是我覺得催眠太神奇了 我想問一下林老師 催眠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去看到前世 就跟剛才我們講一樣 就是說 當催眠一個人進入腦波在SIDA 就是說 從SIDA波到DATA波的時候 這個時候人的 已經開始轉到前世的調品裡面 那如果你這樣聽不懂 你比較簡單 你回家把自己的肚臍 貼一個東西 貼什麼 肚臍裡面 就是貼一個玉語 或者是一顆 就是比如說水晶 妳把它貼上去 妳那個晚上 妳可以做回到妳前世的夢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好像是動 如果 如果你 如果你剛開始練習 也許不記得夢 就是不記得夢 妳在睡覺前的時候 妳要想 比如說 妳最 比如說 好 是這一朵蠟燭好了 我只要在夢裡面 我一定會看到蠟燭 妳要暗示自己 做這個動作 我只要在夢 我只要看到夢 一定會看到這個蠟燭 不管哪個情境 當妳 在夢裡面 看到這個蠟燭的時候 妳就會知道 我現在在做夢 那這個夢是前世還是我 還是未來的 未來 對 對 所以要用這個方法進入 那催眠師幫她進入 催眠師看不到 知道嗎 所以她要問她 對 要問我 可是那個系統裡面 妳自己會有很多 就是完整的 也就是說在那個裡面 如果你再做不好 妳把手放在 就是往下放 放在妳的肚臍 妳睡覺的時候嗎 對 這是肚臍 妳往這樣放 然後冥想那個肚臍一直轉 一直 假設她是像 逆時鐘轉 她就會回到 是要自己想 自己關心 對 她算是真轉 那個叫轉胎圓 也就是叫轉胎圓 那妳的生命是不是從 受胎是不是從這裡來 妳的書 妳的很多人喜歡 期待血對不對 是放在那個肚臍裡面 對 我們叫做 如果妳在想的時候 妳的肚子 轉 但是它變成是順時針轉 順時針轉 就轉到未來 所以未來也可以看得到 對 就是魂之未來 破長過去 也就是說妳的正轉跟逆轉 它就會幫妳在夢境裡面 調到哪個位置 好 接下來問問黃子榮老師 妳自己本身 是用什麼方法看到前世 什麼機緣下看到 我剛剛老師有講到 它是比較民俗的方法 可能這個方法可以 就是讓人家進入前世 可是在心理學裡面 也有一種方法 可以讓你進入前世 就是妳用自我催眠的方式 比如說妳今天晚上睡覺之前 妳可能準備一個黃色的燈 然後有一杯水 妳先喝了水之後呢 讓妳的全身放鬆 躺在床上 然後妳就可以開始自我暗示 譬如說妳現在回想 就是妳深呼吸 把呼吸調慢 妳的腦波自然就會進入催眠的狀態 譬如說像我在幫人家催眠的時候 我就會先跟老師她說 譬如說我現在數到 譬如說一 深呼吸 其實那個音律就是為了讓她 進入催眠波裡面去的 所以像我們自己也可以自己催眠 然後讓自己進入前世 我自己進入前世 其實我自己有觀想 就是我大概有17世 那我找回的大概有六世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 一世一世的去找 慢慢找 對 妳可以慢慢的去找 那我找回的這六世 其中有一世是讓我 其中有兩世是讓我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可以有立即的感受的 第一個就是 我曾經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她結婚了 然後就是她在結婚的前一天 我才知道她要結婚了 那我當下去確認的時候 才發現說 原來她真的明天要結婚了 然後我們連那個可能婚期 都已經有在想說要結婚了 那也可能也有拍了什麼照片 然後我的朋友那時候跟我講說 妳應該去報復 因為明天就是她的婚禮了 妳應該把妳的婚禮這個照片 她放這邊對不對 妳就把她擺這邊 好像十年不是我的電影 對 妳就說妳應該要去 嗆聲一下對不對 證明這個男的也辜負了妳這樣 可是那天晚上應該算是我很鬧 就隔天晚上我很鬧 我根本不敢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妳整個人處在悲傷當中 妳真的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我那天就選擇躲到廟裡面去 那我覺得我很好運的是 我從就是十六歲開始皈依之後 我就會一直遇到 通靈的老師來指導我 而且每一位指導的老師 都會告訴妳 下一個指導老師什麼時候會出現 然後在什麼地方 就每一個都沒有間斷過 然後我那一次的指導老師 他就跟我講說 妳到廟裡面去 妳會得到妳該有的答案 因為我一直執著在 為什麼妳要騙我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那天到廟裡面去的時候 我就上香拜拜 我就跪在那個觀世音菩薩前面 我跪在那裡的時候 那個師兄就告訴我說 妳現在虔誠的 去看妳的因果到底是什麼 我就閉上眼睛 然後雙手核實 然後就看 我看到我在一個大宅院裡面 就非常清楚 就像放電影一樣 就讓妳看到一個畫面 是妳在大宅院裡面 然後妳是那個 那個大宅院裡面的大小姐 然後這時候我看到 看到我們家有一對管家 有夫妻他們是管家 就跑進來 然後就跟我講說 二小姐不見了這樣子 那我就想 二小姐不見 關我什麼事 因為我可能跟妹妹的感情 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這樣回答 關我什麼事 她就說二小姐不見了 她好像要鬧自殺了 我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然後後來我就想 我就繼續往前走 那個兩夫婦就帶我往前走 走到前面大院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個男的站在那邊 那個男的是一個書生 然後那個書生就是 我當時的男朋友 他就站在那裡 他就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什麼東西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自己做決定啊 然後我就慢慢去探索 問那個兩夫妻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男朋友 這個男的 應該是我妹妹的男朋友 她應該是跟我妹妹在一起 也就是說她跟我妹妹兩個 相處很久了 結果 因為這個男的很會寫文章 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寫文章 結果呢 我就跟這個妹妹的男朋友 就開始交換這個 就是所謂我們的文章這樣 互相欣賞 結果沒想到我們兩個 產生情愫了之後 我們兩個就開始背叛這個妹妹 就私下 就是私下約會啊 不讓這個妹妹知道 可是這個妹妹 因為這兩夫妻 這個兩個總管 非常的疼愛這個妹妹 她覺得怎麼可以姐姐搶到 妹妹的男朋友 所以她就會去跟這個妹妹講說 她們兩個在約會 就讓妹妹去看到 原來我跟她的男朋友在約會 妹妹就非常非常傷心 然後我看到這個兩總管 她其實是我這個男朋友的 爸爸媽媽 所以當我被騙的時候 她爸爸媽媽都一直幫著這個男的 來瞞我 我們是交往了很多年 三四年四五年 居然這個爸爸媽媽幫著兒子來 瞞著我 讓她交兩個女朋友 然後我就想怎麼會這樣呢 後來這個女生 後來因為我看到妹妹想要去自殺 我當時看到妹妹站在河邊 她要跳水的時候 我就去拉她 我就跟她講說 你可以不用這樣做 如果你覺得姐姐介入了你 那我還給你 然後後來我就退出了 我就離家出走 就離開這個家了 後來我轉轉打聽到的消息是 妹妹也沒有跟這個男朋友結婚 因為這個男朋友 她也不要跟這個妹妹結婚 她覺得說她找不到心靈的伴侶 所以她也不願意跟她結婚 結果兩個人都完全沒有結婚 而且我後來就出家了 所以到後來 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後來那個師兄就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釋懷 這兩個總管 他為什麼這一世是他的爸爸媽媽 他一定會幫現在的這個 譬如說他 就是他要娶的那個對象 他一定會幫他的 那我現在再介入 等於說 我可能不會讓他們再結婚 如果今天講實在話 我如果要去破壞婚禮的現場 我是有理的 因為我是被騙的那個人 我當然可以去告訴他說 我也是他的女朋友之一這樣 為什麼我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但師兄我告訴我說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做 如果你今天 又去破壞婚禮的現場 可能又讓自己 跟他們兩個 又結婚 又變成再輪回那一世 又要再來一次 可能今世又要再來一次 對 而且我很記得那個朝代是宋朝 我連我自己的名字都知道是王雲鈞 都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個名字 然後我就告訴我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啊 我就在哭 然後非常非常傷心 我覺得一般的人 如果沒有心理準備 不要去探求潛事 對 因為你會發現你周遭的很多人 跟你有關 很快的感覺 對 那我回來之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今天不選擇放下的話 他們兩個今天結不成婚 我們還要再輪回一次 那他說這樣的傷害其實到此為止 我也不想要了 所以那一個晚上 我就在廟裡面度過 不過後來我要起來的時候 這個師兄就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 你前世的那個王雲鈞講這樣子 我就說有 我有話要跟他講 他就說那你回頭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當你回頭看的時候 結果我居然看到我的宋朝的人 就是我的長相喔 但是只是他穿的古裝 然後跟我清朝有一事 後來我清朝也沒有結婚 然後也是就是在家修行這樣 就看到我宋朝的我 跟清朝的我兩個一起在我面前 這樣跟我會活 然後等於說兩人跟你 長得一模一樣的人像一種 然後你就會嚇到 我就在想我到底是 眼花了還是怎麼樣 可是那個畫面 就一直停留在那裡 他們看著你嗎 看著我 然後就兩個人就是一直哭 他們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 那個宋朝的時候 怎麼會有一個清朝跟一個現代 未來府 就是不知穿什麼而已 而且怎麼可以把 前世的魂引進來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就放下吧 因為我也不得不放下 因為你不放下 你再留戀他也沒有用 他不會來愛你的 然後我就選擇放下 然後我記得那一世 當你放下的時候很奇怪 那兩個魂就這樣 不見了 對 那是我第一次回去去看我的那一世 因為我想知道為什麼會是我 為什麼那麼倒楣遇到這種事情 為什麼被判的是我 好 但是黃總老師 聽說你之前有到過日本 去尋找你的前世過 對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在跟一個 通靈的老師在修 那我們不定時的會收到一些訊息 告訴我們該去哪裡 那應該講說為什麼會跟這個師姐是 也是上一個通靈的老師指定 告訴我說在台北什麼時間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那我們當然都是 記得那個時間 但並沒有很明確說 那個時間到了我要趕快去找 因為他其實是會安排好的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到這個師姐家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丟臉 因為我才一進他們家 才看著他就說師姐好 才這樣子講完師姐好 我的眼力啪 狂哭 而且是哭得非常傷心那種 完全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我在他面前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那個師姐就跟我講 好啦好啦 不要哭 可是你還是自止不住 然後當你第二次再見到他 你還是哭 到第三次你見到他 你還是哭 然後他就覺得 你再這樣哭下去不是辦法 他就告訴你說 好 我跟你講 今天講完之後 你就要能夠有體會 有一天我會帶你去找 那他就跟我講說 我是你上一輩子的媽媽 然後我就說 結果後來他講完這件事情 你可能心理上也比較釋懷了 然後你就 之後再見到他就沒有再哭了 他說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世我們會再歉面 他說因為你有一股強大的念力 當時我跟他那一世的時候 我只有13歲的時候就死掉了 你說你還是你嗎 我 所以我跟他沒有 就是我這一輩子要跟他見面 是為了要再去 前一世的母女園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在過年那時候 他就收到一個訊息 他就說我們該到日本 京都一趟了 那當時大家都想說去京都玩 好啊 那就大家一起去京都玩這樣 他就說 子榮我們這一次去京都 是有任務的 那第一天第二天 我們第三天都玩很愉快 到第三天要去那個 坐小火車 京都那邊有小火車 他就 那上火車之前都還很開心 在買那個名產啊什麼的 他就說等一下上去你就知道 那我想怎麼了 他就說等一下上去你就放空 你就會看到你該看的 那我就一坐上小火車 然後師姐剛好坐在我對面 我現在都叫他阿布 我就坐在他前面 對 然後他就說 好 你把手給我 那我就把手給他 然後我才 手才一接觸 大概還沒有到一分鐘的時間 我就開始狂哭了 就開始流眼淚 因為我本來是在看外面的風景 因為外面風景真的非常美 我就看到一個畫面 直接往我前面眼前 就往眼前塞 然後我就看到我是一個小女孩 大概七八歲左右 穿著日本的小和服 然後頭上綁了兩個技 然後就跑跑跑跑 從人家家裡這樣跑衝出來 那個看到的畫面 就好像你站在旁邊 在看一個小女孩衝出來 然後兩邊是那個 日本的那種 和式那種房子 街道 我就看到前面有一個 穿和服的女生 然後我就在後面追 然後就這樣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就一直叫 叫得非常大聲 然後媽媽就一直跑 然後我就一直追 可是後來我一直在追 一直在叫 然後哭的時候 我後面被人家抓住了 就被抓住了之後 然後我就一直在喊 媽媽等我一下這樣 用日語喔 很奇怪 就用日語這樣 然後媽媽還是走了 然後我就被抓進了房子裡面 然後那個阿姨就跟我講說 你爸爸死掉了 你媽媽受不了 所以她要去出家 所以以後你就住在我們家 我們會負責養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哭 說我要媽媽 我要媽媽這樣 然後畫面一下子又跳到晚上 晚上睡覺的時候 大家都睡日本的榻榻米那種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鄰居 他其實是托付給鄰居 鄰居家自己也有三個小孩 那我是睡在最邊邊 然後他也不給我棉被 我就一個人躲在那邊 然後就想媽媽 想媽媽就想 媽媽什麼時候來接我 然後就一直哭一直哭 媽媽什麼時候來 什麼時候來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阿姨跟你講說 快點睡覺 然後其他的小孩都有棉被 就我一個人沒有 就躲在那裡 然後我就很難過 一直在想 媽媽什麼時候來接我 媽媽什麼時候來接我 然後這個畫面完了之後 又馬上再跳一個畫面 那個畫面出現的是 大家都在吃飯 好像早上要去上學 大家就在那個 和室的桌子上面 吃完那個稀飯 然後吃稀飯 我就發現我坐在角落 等他們的孩子吃完之後 我才能夠去吃那個飯 然後我就 他們吃完了 就是剩下那個湯湯水水的 我就只能慢慢在那邊吃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問阿姨說 什麼時候我媽媽會來接我 我媽媽什麼時候會來接我 然後阿姨都不回答我 也不理會我 然後這個畫面 再玩了之後 又跳另外一個畫面 在山谷 在溪谷 然後我就看到我一個人 站在大石頭上面 他就呆呆的 然後阿姨也在那邊 跟他的孩子在玩 然後一個人呆呆的 站在那裡 然後就眼看了 有一顆大石頭 就從那山上這樣 要滾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跑了 有石頭這樣 大家都跑了之後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 都看著那個石頭 都沒動 我就讓那個石頭壓死我 因為你已經絕望了 你要等媽媽 對 因為你已經絕望了 然後我記得那個 石頭壓下來的 最後一個信念是 我要找我媽媽 對 我到死了 都還沒看到我媽媽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石頭 把我 就從溪谷這樣 就壓下去 就掉到水裡面去了 然後我就死掉了 我在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師姐握著我的手 然後我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的時候 師姐跟我講說 你站起來 往窗外看 那火車還在進行喔 我就站起來往窗外看 一模一樣 現在 對 就是我坐在火車裡面 然後往外面看的那個溪谷 就是我剛剛在畫面中看到那個 我死掉的地方 然後阿布就跟我講 就在那裡 我就看到那個溪谷 我整個人皮革拉 都全不起來這樣子 然後阿布就跟我講說 這一輩子我們會再見面 是因為你強烈 在死前強烈的希望 可以再見到媽媽 因為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師姐跟我講說 從現在開始 我要好好的彌補你 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這個得來不易的緣分 因為不是每個人 都可以從頭再來 對 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 另外就是我在之前 有去探索我跟我先生的前世 很奇怪喔 好奇 應該講喔 我覺得人 都有殘留前世的記憶 因為我跟我先生認識 大概兩個禮拜 我們就訂婚期了 兩個禮拜 對 就是 對 因為我一拿到他的名片的時候 還有他站在我旁邊 一拿到名片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他了 你們是怎麼認識朋友介紹 我們是在海盜船上認識 蛤 對 你說遊樂園那個 對 做同一個海盜船 對 做同一個海盜船 他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他 因為他跟三個職男的明星 就是在那邊玩 然後我就回 因為他們很吵 就在那邊叫啊 那我跟孩子在那邊玩 那一天沒有人 所以我們就做了十一趟 在海盜船 都沒有下來 然後他們男生反而 反而叫得很大聲 所以我們就回頭 講一句話說 是不是男人啊 叫小聲一點 然後就下來了之後 他就遞了他的名片給我說 老師我幫你帶學生 去玩火山歷險什麼的 我就說不用吧 那學生就說要啦要啦 他就遞了一張名片給我 當我拿到那個名片的時候 看到他的名字 在對他的臉 你知道嗎 有個聲音就告訴我 就是他了 好誇張喔 那個 你知道我心裡面 其實在吶喊我不要 因為我已經決定 我不想結婚了 因為上一次的感情受創 太嚴重 我就覺得我不要結婚了 結果沒想到 那兩個禮拜 就是一連串的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讓你可以去 把前世抓回來 然後原來我跟我先生 上一輩子 上一世都還是一家人 包含我的小孩 都是一家人 然後我們就是現在 這一世的上一世而已 因為每個人 每一世都可能有間隔 或什麼 就在我們這一世的上一世 我跟我的先生還是 他還是我的先生 我還是他的太太 我們的小孩 還是我們的小孩 然後呢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的是 什麼樣的力量 讓我們三個人 約在這一世又在一起 那我隱約可以知道的 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上一世 應該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然後一起燒死的 所以我們這一世又堅持 要在一起 在一世來到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們一看到彼此的時候 很快的就搜尋到了 是不是感情不順 你這一生感情不順 真的是因為前世的影響嗎 郭老師 很多 郭老師 你太感動了 不是 你聽完 黃老師講很感動到 他已經回到前世 你把它叫過來 真的喔 很多的事情 像佛教裡面 有一個佛陀的地址 蓮花色女 他就是 感情很不順 他是典型的 後來因為 他就是 他結婚跟他先生嘛 那他先生呢 跟他媽媽通姦 那他發覺了 就生氣很生氣 可是簡單講 那是故事很長 他就生氣跟他媽 跟他先生爭執 那時候他已經有一個女兒了 他把女兒摔到地上 就摔了一個洞 然後他就不氣 離家出走 在外面流浪了好幾年 好幾年之後 後來又認識了第二任的先生 又嫁給了他 但是比他小好幾歲 然後又嫁給了他之後呢 就一樣服侍他 一樣服侍他 一樣很好 對他很好 可是呢 這個第二任的先生呢 一樣又出軌 娶了一個小老婆回來 小他年紀 比他先生的年紀還要小 但是呢 他很生氣 可是他覺得說 算了 然後他先生就 還常常出外嘛 去工作 然後要求他 照顧這個 對小老婆 那他就照顧他 他在照顧的時候 他幫他梳頭髮洗澡 梳頭髮的時候 發覺 他的腦後面少了一塊 原來就是他的女兒 什麼關係啊 後來他就是因為這樣看破紅塵 所以才出家 後來修得羅漢的那個國位 就是他 因為他的 他這輩子的感情 為什麼要抗個 剛開始是遇到 他跟他媽媽嘛 對 後來又跟他 跟他女兒 這個算是縣事 就是縣事棒 就是每個人 我們人有三大業障 一個是感情的業障 一個就是你身體健康的業障 第二個是財運跟事業的業障 如果你財運事業 因為業障很重 他就是流浪漢 遊民 那種沒有什麼事業 怎麼樣都賺不到錢的 那如果說你身體健康 業障很重的話 以前有一個這個 我們台灣 我不好意思講誰 他姓很大的企業 姓蔡 很有錢 很有錢 我們都很了解了 可是他最後那十年 他都躺在病床上 要醫醫不好 要死死不了 但是他身體的業障很重 雖然你很有錢 很有福報 可是你醫病 醫不好 死也死不了 你要想你躺在床上躺十年 那很痛苦 你被監獄 關在監獄裡面還要痛苦 真不如死 可是又沒辦法 就是他身體的業障很重 那如果你感情業障很重的話 你這輩子都遇到很多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案例 還是說你結一次婚 離一次婚 交一個男朋友就分手一個 結十次就離十次 對 有這種 我很多客戶都是這樣的 我說你們可能感情的業障很重 你今天請我幫你做吧 把這個感情再挽回 那是OK 可是你自己本身的業障太重 你要做一個功德回向給你自己 不然佛教有一句話講 佛力再怎麼大 大不過你的業力 業力再怎麼大 大不過你的願力 所以很多人他發大怨 他希望藉由發大怨來消除他的業障 消除他的業力 那麼接下來要問問 從頭到尾都還沒說過一句話的 裴姐 好 天啊 對 妳是用什麼方法看到自己的前世 就像剛剛佳宏姐是用 然後有做夢的 那我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是裡面比較危險的一種 我為什麼說它比較危險 因為我用的方法是平衡的 而且呢 三位可能都有一點點靈異品質 但是我是完全沒有的人 那妳為什麼想去做這樣的時候 其實不是 一開始我是因為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我去關 妮敏然 妮大哥 然後去關陳義雄 就槍殺陳義 做節目的啦 那兩位先生 那我也是去了很多次之後 有一次我終於進去了 那他其實方式就是說 關若瑩 就是一般人坐列車嘛 就一個法師在前面 然後催一服 你眼睛閉著綁著紅布 然後就會 因為他就會開始跟你講 你就會發現前面有一個隧道 就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呢 很奇怪的是 譬如說我們三個人 都沒有靈異體質 譬如說我跟小小鞋子 我們一起去 都沒有靈異體質 可是我們一進到下面去的時候 欸妳站我隔壁 我們三個人還在下面 可以預得見 然後老師就跟你說 你們現在各自去找門牌 門牌號碼上面會寫著 你的出生年月日 跟你的生辰八字 好我們大家就分頭去找 去找自己的 對 結果就是真的看到有一間房子 然後房子上面就會寫你的生辰八字 你就打開門進去 那開門進去之後呢 其實這不是只有我看見 是跟我去 大家都看見 然後他就會說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有一張桌子 桌子上面放了什麼 他用引導的方式去聽你講 好 那就會說桌子上面有沒有灰塵啊 看完了你的桌子 他就請你走到你的廚房去 然後廚房呢 什麼米 一般就會有 看有沒有柴火在燒 然後你的米缸還有沒有米 然後你的水龍頭有沒有漏水 那我就說 我的米缸裡面好像沒有米 他說 那你稍等 他就從人間在旁邊 然後就請兩個 一個花工花婆到地底下去 他說 你有沒有聽到現在外面有一個人打開門 那個是你的花工跟花婆 他們現在進來了 你請他們去幫你加米 他就幫你把米給倒滿 然後把柴火的火燒旺一點 那看完了這些之後 把你都安 你自己住的那個家安頓好之後 他就請你走到後面去 那當然你進家門口的時候 會有一個主神 他就問你說 你去跟那個主神 譬如說我的是觀世音菩薩 他就說你去問你的主神說 可不可以讓你看到 除了前世之外 還看到你的今生 你可以看到未來 那很多人看到前世 都是為了去化解這一輩子 他放不下的一些包袱 譬如說感情上 我沒有辦法去釋懷 所以我去找前世 只是為了放下我現在心中這塊大石頭 可是問題是 一般人想都要看今生 你要看未來 那就很緊張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或不要 我就說好 那我先去看我的前世好了 然後他就走 走到後面有個花園 就是上面就三個字很漂亮 寫著進花園 而且我站在左邊 可能鞋子就站在中間 小喬站在最右手邊 我們三個人還同時到那個地方 那他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大鏡子 一個水壺 然後你就請那觀星菩薩說 我現在要看我的上輩子 而且跟我這輩子最有關係的人 那當然我看的是 因為我這輩子是沒有過得很 譬如說有什麼重大感情傷害 或者是生活比較 就平平穩穩的 那也沒有是特別好或不好 其實沒有 就是只有 譬如說我就只有看到 上輩子的我是一個印度的公主 可是我看到自己的時候 是躺在一個花瓣的床上 好像只有18歲我就過世了 很早我就死掉了 那所以說我這一輩子 他就講說像我這一輩子 我有一個非常愛我的媽媽 就是從小兩個母女感情很好 那他就說可能是因為我上輩子的時候 媽媽很愛我 很捨不得我走 所以這一輩子我們再續 一樣再續母女園 那看完了他就說 好那前世大概就這樣 今生你要不要看 譬如說你的未來老公長什麼樣子 緊張喔 你以後可以賺多少錢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要 我覺得要留一點空間 我就為什麼不看的原因 我等一下回來再講 後來我就出來了 我就好不容易就回到 就是老師在把我帶回這一輩子 那我不看的原因是因為 在我要去關落因之前 就是那個宮裡面 曾經關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這個人叫三孔 那他去關的時候 他其實是因為很想 他先生很早就過世了 他就下去看 那每一次我們在關落因的同時 他會有一卷錄音帶 在旁邊錄你的聲音 就是說你現在下去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自己的未來有什麼 當時三毛在錄音帶裡面就說 我在我的今生看到 我今生會寫27本書 結果三毛過了兩年吧 他後來是上吊自殺式的 那時候他的好朋友 就是許浩平大哥 剛好去他家整理他的遺物的時候 發現他寫的書 剛好不多不少就是27本 而且他是因為關落因而忘生的 他把他這輩子 所有該看的不該看 他該知道的不知道 他全部都知道了 所以他選擇 趕快結束我的生命 我想到下一次去 所以我才 真的喔 我才在講說其實很多人是為了 化解他這輩子的怨念 他去了解前世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對於今生 你還是給自己一點期待 然後讓自己有機會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不要知道太多 對 因為就像可能 像三毛這樣子 如果他知道太多 他覺得 我這輩子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 因為你今生就是 不管他是不是從以前連接下來 你就是有今生的課題要去走 你沒有必要說知道到未來 所以說心理準備很重要 對 那你覺得你這個關落因做完 然後看了自己的前世之後 跟今生有什麼印證的地方嗎 譬如說 因為我剛講我這輩子是 上輩子是印度人 那我媽媽也是外國人 真的很巧 譬如說我媽媽在這一世 他就只喜歡西洋的東西 譬如說台灣那個什麼紅豆餅 那種請客那種大鍋 他都很不喜歡 他喜歡那種西式的蛋糕 小點 然後他喜歡吃乳酪 而且所有中式仿古的家具 他都很討厭 他是喜歡那種西洋碧莉堂皇 那種凡賽斯風格的 就是說其實一些習性 都會延續到今生 而且真的是 這輩子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了解 對啊 可是這邊真的很好奇 郭老師 關落因到底是什麼 像譬如說 剛剛裴傑看到桌子 那些花蟲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關落因就是一個觀鈴樹 他就是說關你 一般我們 就是說一般的人下去 都是看你的原成功 原成功就是 有一個房子裡面 它可能會有 可能客廳如果不乾淨 可能他會叫一些 這個用人幫你打掃 看有沒有這個保險箱 就是裡面有沒有財庫 沒有財還就是請神明 有的是有貼封條 就是說希望你 可能他貼封條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輩子不能用 那可能下輩子才可以用 而且像我那時候 我裡面沒有米 他就說代表你沒有什麼財庫 然後火不旺 代表你的身體女生很虛 所以大家沒事 是可以下去 把自己該補的補一補 你這一次 所以沒事 我們就在關落因就對了 天財 天米 天水 關落因這邊有專家 對啊 你老師說 我們那天聊天他說他小時候 從小玩到大 玩到大 他興趣就是玩關落因 一個禮拜玩 我們家 因為怕家裡小時候就是這個玩具 小時候因為家裡客廳住一個 關落因師傅 因為他沒地方住 所以我祝福就讓他 你沒事就去找他關 他一個禮拜讓我們玩兩次 就是說進去 所以是用玩 沒有 大家都玩巴比娃娃的 我們那時候電視不發達 我們只能去看那個陰間的電視 陰間旅遊玩 了解 好 這個前世今生 的確是有很多解不開的謎 今天很多來賓也講了 跟老師講了他們的經驗 希望能給大家一點點的了解 那當然要做什麼之前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也不只是有去看自己的前世或幹嘛 不管要不要看前世 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好 那麼由於啊 今天的節目內容非常精采 所以今天的靈異五四三不看啦 嗨 靈異在看喔 我們自己看 好 好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四位來賓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 記得下次的晚上十點鐘 繼續鎖定東升綜合台 海運建定團 拜拜